Tice队长致孝近月为了宣传新节目拍摄预告影片 不过影片里他身穿黑衣绑马尾被许多人认为是在模仿 2016年时周子瑜的道歉影片惨遭网友炮轰 而事件爆发后子瑜二日因海外行程 首次公开现身 只见子瑜一身黑色洋装现身 三巴满满掀气 他对着镜头打招呼 但看起来略显疲惫 让粉丝们超心疼 而子瑜在到达印尼后 就晒出美照与粉丝分享 这也是他在被制效模仿风波后 首度在社群网站发照片 最后还曾经担任他的舞蹈老师的洗小瓜留言 加油亲爱的 其他台湾粉丝也纷纷为他打气 子瑜加油 台湾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子瑜不要被打倒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子瑜之后出席代言活动 穿着一身粉色露肩长礼服 开心对粉丝微笑挥手打招呼 看起来状态相当不错 就让粉丝们放心不少啊